来来 看过来 谈病毒也要推出自己专属的会员频道咯 我们正在YouTube会员强烈募集中 每个月只要45元 你就可以不定期的观看会员专属影片咯 里面有什么呢 有老编的时代小故事 少见的军史书籍 还有国共名将的有趣小故事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会员专属的贴图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咯 大家好 我是石碧 大家好 我是老谈 大的放暑假带小孩子出去玩 那么这一集呢就由我来代班 我看前面几集老谈做大概有连续五集 都是跟黄埔建校百年有关的 那这一集是第211集 不知道老谈要来谈些什么呢 黄埔建军客观的来说 这个是党军 那我们频道是以1949年前后为主 都是说国共 那我们这一集呢 想要说中国那个时候 差一点点出现的第三支的党军 那这个政党呢 其实是现在两岸 几乎都没有人在提的青年党 也就是中国青年党 他们发行过《刑事周刊》 有一定的影响力 那这个《刑事周刊》呢 就是这一本 那这个大概有两三本 这个是中国青年党建党 60周年纪念 那个时候重新影印的 超厚重的 对 这超大一本 这是一段很奇特的一个故事 又牵扯到了1920年代 制霸东南五省的大军阀 孙传芳 他那个时候为了要对抗 黄埔军校组成的革命军 成立了金陵陆军军官学校 引进青年党的一些领导人 就是让他们进入了学校里面 去宣传国家主义的理念 那之后呢 蒋介石的北八军打入了南京 那这些军校生呢 最后全部都转学 转到了赞助林父子的东北讲武堂 进入了东北军 老师说我比较年轻 我只听过青年军 还没有听过青年党 青年党呢 是我这种年纪 小时候比较容易听得到的一个名词 所以也不能够怪你年幼无知 就像你们现在熟悉的事物 我很多真的也都不知道 我们先来看一本回忆录 就是这本叫做《卫兵一晚》 这本是以前青年党的一位党员 他所写的 这个题属呢 这个地方有可以看得到 就是李桓 这个是青年党的党主席 我读高中大学的时候 这个报纸常常出现李桓的大名 那这本是在写什么 他作者呢 是河北参州人 他说那个时候任何的战争呢 军队都会经过金埔铁路 而且都是住在学校 那学生呢 只好在家里窒息 所以他决定后来与同学呢 去考黄埔 那路过南京的时候 亲戚说 你们何必去管州呢 现在孙传欢孙大帅呢 设立了金陵军校 将来统一了中国 你们不就等于黄埔一起 这么一说 他就去考金陵军校 也很顺利的进去 所以他就这样从军了 这本回忆录说 他们的军事教官呢 不是保定军校 就是日本士官 可是政治教官呢 亲一色都是青年党员 政治总教官呢 是于家菊 就是这一位 他后来有一本回忆录 于家菊 教国家主义的是陈启天 还有王思真教法治 王胜如教政治学等等 那这里面呢 很多人啊 其实到最后通通都来到台湾 那前两位呢 也就是于家菊跟陈启天 他们后来也都是变成了 青年党的党主席 青年党进入到这个军校 是要宣扬他们的政治理念吗 对没有错 我们之前做了好几集的黄埔啊 其实都没有提到 黄埔军校的这些政治教官啊 最有名的就是周恩来 还有韵戴英 邓延达 那那个时候很多的政治教官呢 其实都是共产党员 要么就是国民党的左派 那我们怎么样的看呢 当时这些政党 进入到了军校的这些问题啊 其实如果我们把格局拉大一点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背后还是救国图存的这种迫切感 比如说像是金陵军校的政治总教官啊 于家菊 就是他 他在回忆录里面有提到 他说面对国难 他思考了又思考 最后呢 获得了一个答案 就是武人乱国 文人不足以救国 今后必须要诞生有文人修养之新武人 以作为国家的重镇 然后在扶子国镇 进入轨道 国家才会有希望 所以他在回忆录里面 还特别说 他现在才理解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人 去军校里面教书 那他想通了以后 朋友也知道了他的这种念头 所以意外开启了 他进入到军校的生涯 等于说青年党的瑜伽菊等人 想要去宣传理念 塑造这新武人 说好听一点是革命军人 打造一支能够跟列强对抗的部队 可是我很好奇 孙传芳他是军阀 那他为什么要成立这间学校 主要是蒋介石在1926年7月9号 他逝世北伐 他号称五省联军的总司令 孙传芳他的部队在江西九江 一接触了以后没多久就战败 孙传芳他的幕僚立刻给他建议 要建立一支有主义信仰的部队 才有办法对抗北伐军 由于青年党的《醒世周刊》 就是这一本 其实那个时候在上海 江浙什么等等 这个发行非常的广泛 就是发行量很大 所以已经有了一些影响力 所以孙传芳他就请着 找到了瑜伽菊 还传话说先生你想做什么 我通通都可以配合 那瑜伽菊就进入了金陵军官学校 还带了一批青年党的成员 时间点是在1926年的12月 原来如此 孙传芳他就是成立这个学校就对了 对孙传芳他成立了这种军校以后 就跟方浦一样 最初学生也是500人 最后扩充到了2000人 那至于校长 李索当然也是孙传芳本人 他们也跟黄浦一样 都有自己的校歌 那非常的具有北洋的风格 像里面的歌词 有几句是这样子的 内统一外独立等等等等 然后国徽五色 常史要晴空 国徽五色 对 民国初期的国企是五色企 是红黄蓝白黑 所以才会有后来詹学良他的意志 竟然要模仿黄浦 建立一支有主义信仰的部队 那孙传芳成立的是金陵军校 为什么抵抗不了北法军呢 因为金陵军校呢 他成立的时间太短 就是还来不及毕业 就因为孙传芳在龙坛大败 这些军校生呢 后来就跟随孙传芳呢 退到了山东进 在卫兵一晚 就是这本书里面呢 特别提到 有一段描述 非常的生动 孙传芳有一天说要来训话 那大家就按照过去的仪式呢 去迎接 结果呢 孙传芳就下令把队形呢 全部都变成一个圈圈 坐在中间 然后就开始叙说 他创办金陵军校的动机 孙传芳讲 革命军建立了黄浦军校 北法军就是以黄浦学生 作为基干 并且奉行三民主义 我老孙啊 这个老孙呢 不是孙众山 我老孙呢 成立精灵军校 提倡国家主义 中国人谁不爱国 我请的这些政治教官呢 都是信奉国家主义的精英 大家不要认为我退缩在济南 我现在正在整顿部队 准备访工 你们安心求学 毕业典礼 一定要到南京举行 然后呢 他的手指就指的 郊外的千活山 他说你们看到了千活山吗 30年前 我老孙在千活山捡过财 将相本无种 男儿单自强 这孙传欢还蛮会说话的 对对对 没有错 其实接下来局势发展了 完全跟孙传欢的想法是 南辕北策 他们不但没有回到南京 还继续的往北退 退到了河北 孙传欢的部队呢 几乎都被蒋介石给策坊收买走了 熊霸一番的孙大帅 只剩下少数的亲信跟随 还有精灵军校的两队学生 这一队已经毕业 那一队呢 在济南是刚成立不久的学生队 当年大家都想要当校长 是因为这个年轻人比较忠诚 应该是说年轻人有两种特质 一种是比较单纯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热血 宣传欢呢 他被北伐军逼得没办法 最后跑去北平的 经见了张作林 两个人呢 很爽快的谈吐 新林军校已经毕业的这一队呢 编入了还差四个月 就毕业的东北讲舞台 第八期 刚招收的学生队 进入东北教导总队 等到他们骑满了以后 再去考讲舞台 这有点像是老谈做过的黄埔一起 快毕业的时候 就招收了一批广州 大本营的陆军 讲舞学校的学生 对不对 这一群人的命运 就这样子被决定了 对 因为北伐军的逼劲 再加上张作林 他想要保存实力 所以后来帅东北军 退回到山海关外 不料呢 这个时候发生了防护屯事件 张作林被日本关东军给炸死 那那个时候呢 金陵军校的学生听到了 都想说自下完蛋了 孙联帅跟张大帅的约定 一定会告吹 以后怎么办 那还好呢 张学长很快的稳住了局面 就任东山省保安总司令 金陵军校的师生 所以就进入了东北讲舞台 毕业的时候 张少帅还过来演讲了十多分钟 我很好奇哦 这青年党的这些政治教官 他也是继续教书吗 张学长他有认同青年党的理念 还是继续宣扬国家主义理念吗 应该是这样讲 张学长赋诚旨在 看这些书 我综合起来 我是认为说这些政治教官 多数都跟着那边 那有的少部分其实是令求发展 后来也改头到 比如像云南江舞台等等 至于瑜伽局本人 则是后来到了东北的冯庸大学 去任教 我们在讲东北神音 也就是东北空军 高志涵那一集有提过 东北军那个时候 有一位将领叫冯庸 他捐出了全部的财产 成立了冯庸大学 那冯庸也是青年党员 他除了请瑜伽局去教书 还请他拟定的教育犯证 这所大学的特殊支出 在于学费全面 还有自己的飞机场跟军用飞机 还实行了军国民教育 学生生活要军事化 后来918事变爆发 他们流完到关内 很多学生去报考空军 发生东北飞鹰 还有更多的学生 直接去参加了东北义勇军 这也就是变相的军校了 应该是差不多 对 根据瑜伽局的说法 金陵军校 从南京一路的北迁 影响所及 东北军的大部分 其实后来都国家主义化 就算法北的渔学中 这些部队等等 也或多或少 受到的一些影响 照这样说 青年党的实力深入到东北 甚至让普通的大学军校化 还影响到东北军 整个说来 青年党的重点 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发展 还是摆在军校 大陆有一篇的文章 它是金陵军校学生 它后来的回忆文 它里面提到说 青年党的政治教官 在东北讲武堂 没有公开的讲授国家主义 可是休假日 这些政治教官会造集 金陵军校的学生 秘密开会 而且还把五色旗 摆在桌子上面 就是大家一起行李自君 有意思的是 青年党的胆旗 它是四种颜色 红蓝白红 跟五色旗相比 只有少的黑色 所以我就不知道说桌子上 是不是也摆了他们的胆旗 这是东北抑制之前 还是之后的事 从那篇文章的叙述 其实时间点看不太出来 我个人推测是 张学良宣布服从中央之后 他们还是这样子做 主要的原因是 在北伐之前 革命军不再使用五色旗 改用青年白日旗 那青年党的省尸派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封面有一只狮子 青年党的省尸派宣称说 改变国旗就是改变国体 所以他们那时候还组织了 拥护五色旗大同盟 所以他们在东北抑制之后 应该私下还是使用五色旗 另外瑜伽局他的回忆也提到 东三省抑制之后 他后来追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答案是外交困难 更换旗帜以后 可以让中央来应付 所以瑜伽局很感叹的说 东北人看事意 就是把事情看得太简单 而气高看 这个态度情绪又非常的激压 中央对地方 其实未必能够掌握到 实际的这种情况 也未必说能够有一个 及时的应对 东北恐怕以后会开始多事情 等于是说他是反对 或是不要这么快的更换旗帜 是真的五色旗的拥护者 我猜他应该以前也是 拥护五色旗大同盟的成员之一 总之这些政治教官 后来也离开了东北讲舞台 还说现在形势转变 我们要暂时的分离 一定会后会有期 一直到了这些学生 第一期第二期 他们毕业之后 有些人被分发到东北五十一军 这些政治教官都还跟他们有联系 老谭我还是想问 这青年党当时 其实算是实力偏弱的政党 那具有党员身份的这些政治教官 那好不容易有了可以寄生发展的地盘 为什么要离开东北讲舞堂 那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主要是张作林他退回关外 在皇姑屯被炸死 那之后东北抑制 接着发生了中研大战 还有后来的九一八事变 那整个东北都丢了 那中国那个时候的反日怒火 四处蔓延 那很快的次年 也就是1932年 爆发了128松户战役 这一段在现在的历史课本 都很简单的带过 是 我觉得我不知道其实也真的没关系 不过呢 如果知道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或军人对于十几余的想法 还有他们连带产生出来的行动 其实也可以给现代人做一些参考 或借鉴 例如东北人看世易 而气高看 其实就蛮有参考性的 用在哪里都很适合 你是说 我们没有任何的影射 那我们还是拉回来讲 瑜伽局说 九一八事变之后 金陵军校出生的 在东北军福尼的这些学生 每一个都悲愤不已 所以都去参加了义勇军的活动 中国青年党的领导层 那个时候也想要表现 青年党为国牺牲的精神 也组织并且鼓舞 那他认为这些都于事无补 因为这些干毕业的学生 都是新鲜孤苦培养出来的精英 不可轻易用之 可是大家都热血沸腾 没有人肯听他的话 看起来瑜伽局跟其他领导干部 有不同的想法 那青年党的领导团 想要表现青年党 为国牺牲的这个精神 也组织并鼓舞 这瑜伽局他所说的是谁 主要的推手之一 应该就是替卫兵翼王 就是这本书 这个提鼠的李桓 那李桓呢 我们之后会介绍他 这个李桓他说 九一八事变 一二八松夫战役爆发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也在出入战场 那上海的朋友于是建议 说你为什么不组织一支 东北义勇军 那包括台湾籍的邱念台 也就是邱宏甲的后人 这个也从香港会前来支援 接着呢 李桓北上 得知东北讲武坛的青年党员 已经有五十多人 主动参加马战山的义勇军 那他觉得 这样三三两两没有组织起来 怎么会像是一个革命党 所以就找了 东北讲武坛的政治教官 都是青年党籍的 比如说像是玩施贞 玩圣卢这些同志 另外再找了张学良的秘书 玩杰侠 他也是党员 大家一起合作 没想到当时那个青年党 已经进到张学良的周遭了 对很快的 热和看日义勇军第八梯团成立 可是李桓讲 青年党的看日义勇军 发展的很快 牺牲的也很快 1933年 日军很少热和 职工古北口 这些深受国家主义勋讨的学生 牺牲遭遇过半 最后入关的只有大概二三十人 最后进关只有二三十人 这其实很惨 对 所以瑜伽局他说 他不赞成这些刚培养好的学生精英 这样子去送死 每一次想到就让他心碎 而且赶散青年人的不自重 这样听起来青年党培养的这个精英损失很大 是训练不足还是什么样子的因素造成的 青年党一开始其实都是一群苏生 他们不缺教书宣传的这些政治教官 缺的是军事人才 甚至于是军事摩列家 所以李桓组织的义勇军 司令是自己人 至于副司令参谋长等等 可能就是外聘 甚至于从军阀部队找来的 那有些人的军事知识被形容是 不敢说是中世纪的水平 起码是一两百年前的 这是谁说的 就是这一位财义 卫兵义丸里面他所说的 根据财义的说法 他说有一天 青年军校还有青年党组成的这支义勇军支队 奉命去掩护另外一支义勇军 要一起去攻打兵家必争之地的九门口 那他们从外面找来的参谋长 拟定了夜席计划 选择一条连侨夫都很少走的山路 说这个是一致长射阵 可以首尾复旧 那财义看到这种情形 就跟他的同学讲 这个是刀帽时代的作战方式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不要听 你要见机行事 结果他们的先头部队 才距离一千多公尺 就被日军发现 探照灯一开 长射阵的头尾都在机枪 还有大炮的射程范围内 几分钟的时间 除了单场死亡的 战场上面看不到任何一个人影 这么夸张 对 更夸张的是 等到退到安全地区 这个时候另外一支义勇军 也就是他们要掩护的那支义勇军 开始以大吃小 还好财义的军校同学 杨新唐事先听了他的话 把自己的部队先带走 保住了一些实力 后来还能够继续的 在日和这些地方 跟日军周旋 那因为看过了这些情形 所以财义他说 他在东北军待了快一年 对内幕还有复杂程度 真的是一言难尽 那除了马战山还有苏炳文 早述这个有跟日军真正的打过硬仗 那其他的都是来骗后援会的经费 那之后他回到关内 见到的朋友 大家都说你好棒棒 一问之下才知道 那个时候报纸刊载 说有两支义勇军去攻打九门口 击毙了日军数百名 可是自己三万也很惨重 那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说 这次的军事行动的目的 这个目的应该就是宣传 老谭在很多集里面都有提到 战争时代的这个新闻 很多都是为了鼓舞自己的士气 对对对 对对方做这个认知作战 不过我更好奇的就是 柴一说义勇军里面 也有很多都是在骗钱的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李环的回忆录 就是这本学顿式回忆录 他里面也有提到 就是青年党呢 可以掌握的部队本来就不多 学生牺牲的也差不多 又联络不上比较正式 有组织的义勇军残部 最后只好收买马贼 就是你炸毁一列火车 就可以得到奖金多少多少 他说出席有效 可是流币很快的就出现 更多的就是因此跑来 借这个机会来讹诈 赚取国难财 那很快的上海乐捐的 这些赞助的经费 就差不多要见底 那怎么办 李环说他就召集剩下的干部 宣布说不再雇佣马贼 要继续训练年轻勇敢的这些同志 要把他们送到关外 加强义勇军的阵容 那这段话呢 打动了一位青年党的同志 叫做苗可秀 这个才25、6岁 他自愿带捕其他的6个人出关 最后在摩天林一带 被日军包围 被炮弹击中 在养山的时候被虎 在李环的书中呢 还刊登了苗可秀的遗书 那我们才知道说 其实才25、6岁的 他呢 已经有一个小孩 才6岁 他决定把小孩取名 叫做苗看生 要继承他的志业 这么年轻 因为金陵军校培养的学生 普遍应该都是比黄埔更年轻 这也是瑜伽举人 他为什么会说 他每一次一想到 他就心碎 像是我们这一集 特别引用才艺 就是卫兵艺丸这本回忆录 他里面也提到 他后来灰心的离开了义勇军 那可是他的同学 杨兴坦继续的留下来 最后为了要掩护 翁兆元的部队 作为断后 那因为来不及脱身 所以他就干脆把衣服都脱了 就上证仿扑 转烈牺牲 事后在北平的同学 还为杨兴坦举行追悼会 青年党的牺牲也很大 而且一度对军队 特别是东北军 有些影响力 不过青年党是如何的冒出 老谭一开始有说到 他们一度是中国的第三大政党 但是现在两岸怎么都好像没什么人在提 其实真的是在我那个年代 青年党还有一些声量 只是说都是闹家变的新闻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可以常常在报纸 可以看得到青年党的这三个字 特别是被认为是正统派的中原派 个人其实对正当史是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可是大学的时候 我记得好像是在大二还是大三的暑假 有一次我还真的是搭了公车 去中原派位于金华街的总部 去那边看一个旧警 到了现场我没有进去 因为它的大门是关的 我就只有在外面看看他们的这个建筑物 还有架盖出来的铁皮屋 还有就是很像是五色旗的党旗 因为是夏天没有什么风 所以这要飘不飘的 没想到老谭还有这一段年少轻狂的回忆 才会做这个我没有听过的青年党 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没有想到说 哪一天会做到的青年党 如果知道早知道那时候应该要进去 也许碰到某一位大牢 现在还可以瞎掰说 我当时这个跟他们聊了些什么 我们还是不要扯太远了 那这个其实说到青年党 他们重要的干部 大多是出自1918年6月30日成立的 少年中国学会 这个是以传播新思想 推动勤工俭学的活动 来培养国力的一个组织 那这个少年中国学会 一开始的发起了 有曾琪 这个是青年党后来的党主席之一 还有李大钊 所以青年党跟共产党很早就有一些淵远 怎么说 比如像是李大钊 他是共产国际的成员 其实也是那个时候为了联合融共 由孙中山介绍加入国民党 1927年他又被赞坐领判处绞刑 所以这个少年中国学会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 就相当于学运组织了 对相当于学生组织 少年中国学会他成立了以后 又陆续加入一些成员 比如说包括后来也是青年党重要的人物 像李桓 左顺生 陈启天 瑜伽局 这些 那随时理念的不同 这个学会后来分裂了以李桓 还有曾祺为首的国家主义派 还有李大钊 周恩来等等为首的共产主义派 还有坚持社会改革 不要碰政治的王冠旗 总共是三个派别 这还蛮复杂的 对对 因为少年中国学会推动勤工俭学 1920年左右 有一大批的跑到了法国 青年党的曾祺 李桓 这个他们都去了 周恩来 邓小平 他们也去了 这两派意识形态不太一样 到了法国 在那边又起了更激烈的斗争 那国家主义派在1923年 在法国巴黎郊外 一个地方叫做玫瑰城共和厅 正式的成立了青年党 有了组织以后 青年党跟主张共产主义的周恩来 等等 他们发生了多次的冲突 那所以青年党都很喜欢说 他们是最早反共的 可是这样的冲突又到了什么地步 他们有两度 在开会的时候 因为一言不合 彼此之间开始打斗 甚至于打到流血 到了最后 这两派的年轻人 甚至于自行武装 根据李桓的说法 他们大部分身上都带有家伙 这个家伙不是刀 彼此之间的动辄 就直接像西部牛仔这样子亮出来 那谁也都不怕谁 不过毕竟都是学生 所以都还有一些理智 都知道说如果正式的开火 闹出三晚 这个会有刑事官司 而且还丢中国人的点 可是在华国的工人 尤其是北方过来就比较容易失控 最后终于有一名罚工变成了赛伦河 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应该可能是赛纳河 变成了浮石 那这下子的警察开始调查 所以两边才把这个手枪全部都收了起来 当年的手枪这么泛滥 我以为只有美国才是这样 就是李凡讲 那个法国那个时候真的是自由 那个去警局申请执照 就可以购买 他们这批国家主义的支持者 都是买了以后呢 就到凡尔赛宫附近 有一个设计厂 去那边打靶 他说有的人 甚至以天天去 都打个一二十发 过了一段时间呢 靶场被封了 原来法国殖民地 就是越南的革命党人胡志明 那个时候跑到了巴黎去办报 鼓吹革命 那法国警察看到 怎么有这么多的黑头发黄皮肤的人 在那边学设计 而且都是年轻人 以为说这些人都是胡志明的追随者 反正他们也分不出来 这个是法国来中国人 所以就把设计厂关闭 这些革命人物 竟然在那个时代都聚集在法国 这也太神奇了吧 大部分很多应该都彼此人认识 更何况说两边又有一些冲突 就不打不相识 所以比较积极的 有组织能力的就冒出头来 像李环的回忆 如果他里面有特别说 在法国的时候 他对邓小平印象颇佳 就印象深刻 还嘱咐同志 说你们千万不要轻视这个人 后来共产主义派跟国家主义派 这个离开了法国 1924年7月 这个李环他跟青年党的争取 回到了中国 那孙师姐的时候 他们照例要发起庆祝大会 那邓小平率共产党员来闹产 要他们取下五色旗 改挂青天白日旗 邓小平要青年党改挂这青天白日旗 我头头晕了 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李环对这一点 他说国民革命军 那个时候还没有北伐 只有广州不挂五色旗 那这个要求 当然不会得到他们的许可 邓小平于是大喊 说打倒北洋军阀的走狗 然后闹产之后就率众离去 李环就在他的回忆录说 邓小平其实并不平凡 周恩来走了之后 邓小平也是个头儿 能够号召着带领人 来示威 所以其实又是五色旗的纠纷 对 其实青天党跟当时的北洋军阀 的确是走得比较近 在东北义勇军瓦解之后 他们也把发展的重心摆到大西南 特别是四川 那也跟当地的军阀有一些晚来 以今天的标准来讲 就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怎么一面高喊 内楚国贼外遇强领 结果现在又跟军华缴获在一起 这不是很矛盾吗 其实我的看法是 这个就是理想跟现实的落差 这也是书生论证最大的困难之处 人人都有一件 有资源分配还好 没有资源的时候会分裂的更快 比如像我们看台湾有一些政党 暴起暴落 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其中的难处 所以李环他的回忆录里面也提到 他说要做一个政党的主席 其实比做一个所握兵权的领袖 首领还要困难得多 这集是老谈在做黄埔建校 百年相关的系列报导之后的番外篇 是一个由大军阀宣传方 他所成立的军校 可是大家都很少听过 以及几乎被遗忘的青年党 老谈还特别准备了这个 醒诗周刊 那我们看一下 书蛮重的 而且也蛮大的 上头的诗子是非常的显慕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边 谈名读武 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条影 结合了军事 历史与人文的节目 除了在YouTube上可以观看 在底下留言交流之外 也能用Podcast收听 欢迎听众到Apple Podcast 给我们留言 以及五星好评 再次谢谢老谈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今天也要谢谢斯比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